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我们本节课呢来讲解数据结构面试题剖析当中的规并排序。 规并排序呢,它是一种借助规并来进行排序的方法。 规并的含义,它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有序序列,规并成一个有序序列的过程。 规并排序的主要思想是什么呢?将若干个有序序列逐步规并,最终规并为一个有序序列。 它是什么呢?将若干个有序序列逐步规并,它是逐步规并的。 到最后呢,就最终规并为一个有序序列。 最终规并为一个有序序列。 二路规并序列,它是规并排序。它是规并排序当中最简单的排序方法。 所以我们本节课主要的来介绍的是二路规并排序。 它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将若干个有序序列进行两两规并,直到所有的排序记录都在一个有序序列为止。 这是它的基本思想。 OK,关于我们的二路排序。 二路规并排序,我们分为两种。 第一个是它的非低规算法。 第二种是二路规并排序的低规算法。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二路规并排序的非低规算法。 在我们二路规并排序算法当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它的关键问题。 关键问题。 首先第一个,如何构造初始有序序列? 这是第一个关键问题。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将两个相邻的有序序列规并成一个有序序列? 将两个相邻的有序序列规并成一个有序序列。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怎样完成一趟规并? 怎样完成一趟规并? 第四个问题是,如何控制二路规并的结束? 如何控制二路规并的结束? 就是这四个问题。 对于我们非低规算法,首先从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是什么呢? 假设带排序序列当中含有N个记录,则可以将整个序列看成是长度为1的N个有序序列。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将两个相邻的有序序列规并成一个? 这是二路规并的核心操作。 在规并过程当中,可能会破坏原来的有序序列。 所以说将规并的结果存入另外一个数字当中就可以了。 最终就实现了我们的三,完成一趟规并,如何控制二路规并的结束呢? 一趟规并,我们来实现它的代码部分。 就是一次规并算法如何来实现? Void, Merge,规并, int2, int1, ints, intm, int7,参数能有点多,不过没关系。 首先我们定义, inti等于s, intg等于m加1, intk等于s。 首先呢,Void循环当中来判断,I是负小于等于m, andg是负小于等于t,来作为我们的循环条件。 循环条件里面第一步,我们首先,取什么呢?取ri和r, 和rg当中的较小者,较小者放入什么呢? req,就来判断if什么呢? ri小于等于rg, ifri小于等于rg,则我们把它较小者存入到我们的req当中。 并且呢,r1k加1呢,r1k加加,让k进行自加,r1k加加,它等于r,i加加,i也要自加。 r4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让r1k加加,它等于r,j加加。 ok,较小者存入。 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是如果第一个子序列没有处理完,则进行收尾处理。 如果第一个子序列没有处理完,则进行收尾处理。 太乗了,ifri小于等于 M 则 where i 小于等于 M 旋环 R什么呢 R1K++ 等于 R I++ OK 如果第二个字序列没有处理完 则进行 收尾 处理 我们 就不做注释了 where g 小于等于t 则 R1 K++ 等于R g++ 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三的这个解决方法 说到他呢 在一趟规病当中呢就是我们问题三我们再回复一下问题三怎样完成一趟规病 一趟规病当中除最后一个有序序列 之外 其他的有序序列当中记录的 个数相同 用H表示 现在的这个任务呢就是把若干个相连的长度为H的有序序列 和最后一个长度有可能小于H的有序序列进行 比较 两两 规病 好的 呃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说是这是一次 呃规病 然后呢我们来看 一趟 规病 排序算法 一趟规病排序算法 void moj pass 一趟 intr2 intr21 intrn intrh 就从下标呢我们开始采放 代排序的序列 他的实现呢 首先呢我们设置 intr等于 1 Val Val什么呢 I 小于等于 n 减去 2乘以h h 加1 这是 代归并记录 至少有两个长度为H的 子序列 我们就调用这个 骂指 墨指 莫指 杀数 r21 i i i加 h 减1 i加 2 乘以h 减1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呢 代归并 序列中 这个是代归并 记录 至少有两个 长度为 h的 子序列 然后呢让 i 加等于 2 乘以h 当然下面呢我们需要判断 f 小于n -h 加1 则我们就就是什么呢 调用墨指函数 代归并 序列中 有一个 长度 小于h 小于h 墨指 r r21 i i加 h减1 这是n n 好的 二次的话呢 我们就代归并序列当中只剩一个子序列 我们就什么呢 for k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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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设置这个R1K等于RK 我们的K呢进行一个应讨定义 它呢是什么呢 代归并序列中 只剩一个子序列 OK 接下来呢我们来解决 我们的问题4 如何控制二路贵并的结束 也就是我们要讲的 二路贵并排序的非地规算法 和二路贵并排序的地规算法 开始的时候呢 有序序列长度为1 而结束的时候呢 有序序列的长度为n 因此呢就可以用有序序列的长度 来控制排序过程的结束 另外的话呢 如果排序烫数为基数 则最终结果在辅助数组R1 当中应该传回数组R当中 好的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实现 规并排序 非地规算法 规并排序 非地规并排序 void moj start1 intr intr1 intrn 首先呢 首先呢我们初始时 子序列长度为1 初始时 子序列 长度为1 intr1 等于1 等于1 Valve h 小于n 就是没有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就来进行我们的排序 根据规并排序计算法 mojpath r21 r21 h 我们就是代排序 然后的话呢 我们就设置这个h呢 等于2 乘以h 来增加我们的h 再继续 我们的 mojpath i 调用 21 r n h 这是代排序 序列当中 从数组 r1 当中传回到r 设置我们的h 等于2 乘以h 对于我们的二路 规并排序算法的时间呢 非常的这个直观 ok 二路规并 排序呢 它是一种稳定的排序算法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二路规并排序的 帝规实现 二路规并排序方法呢 它也可以用帝规的形式来描述 也就是什么呢 首先将代排序的记录序列 分为两个相等的子序列 并且呢 分别将这两个子序列 用规并方法进行排序 然后呢 调用一次规并算法 末指 再将这两个有序序列 合并成一个完全 含有全部记录的有序序列 接下来呢 我们来实现它的一个这个过程 规并排序的 低规算法 Void ModSort2 Intr Intr1 IntrS IntrT 我们代排序序列 我们代排序序列 只有一个记录 低规结束 判断 代排序序列 只有一个记录 则说明我们代排序列 则说明我们的 低规 结束 If S 等于T 则 RES 等于RS 就规并结束了 RES 的话呢 我们就 继续低规 低规的过程当中呢 首先我们设置M的值 M等于 S加T 除以2 复制给M 然后呢 我们就来低规 规并排序 前半个子序列 第一步 当然我们的M呢 需要定义 硬测型的M 规并排序 前半个子序列 Morz Morz 我们看一下这个Morz Mo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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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序 后半个 子序列 Modisort Modisort2 R21 M加1 T 这是后半个子序列 最后呢 把他们的这个结果呢 就将两个以排序的子序列归并 将 两个 以排序 的子序列 归并 就可以了 我们就调用这个 Modis来归并 就是一次归并 一次归并函数 将我们的 R21 和 二呢 归并 S MT 好的 这是我们的 归并排序的 地归 实现 好的 关于我们的 归并排序算法呢 我们就讲解这些 包括呢 我们归并算法的 他的这个思想 还有他的 关键问题的解决办法 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实现了 一次 归并算法 实现了一趟归并排序算法 实现了归并排序 费地归算法 实现了归并排序的 地归算法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本节课的 作业 给定 关键字序列 61 82 104 55 116 77 59 98 81 35 103 给出了这个 我们要 执行 排序方法 执行什么排序方法呢 归并排序方法 写出 排序 过程的 每一步 好的 关于我们 归并排序囊 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